有诗如此以画相和 近日黄永玉诗和插画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 精选自黄永玉诗作 剑校级的58首作品和配套插画 诗画相和相辅相成 令观众在漫游黄永玉 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和人生长河中 感受她来自生命本真的 赤诚与热爱 她的歌是四月的风 扬起树林 掀起山河的笑颜 长寿长寿 同辈的人全都死了 倒像是一个新来的外乡人 我孤零零的茫然四顾 我很少街上下走 一个人在家里 跟石头猫着一切 爷爷他们在哪里去 一年三分六月 旁的轮船 我知道存在对于我 早已和别人无关 二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黄永玉诗和插画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 此次展览以诗和插画为题 精选了黄永玉先生 从一九四七年起至二零二一年 横跨七十余年的诗歌名片 并配以精美的插画 有诗如此 以画相赫 在纯粹的诗歌中 黑白笔触的插画中 带领观众感受其真 其成 其醇 黄永玉 中国画院院士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自学美术文学的他 被称为一代鬼才 从国画 油画 板画 漫画 再到插画 黄永玉诠释了人生不设限 创造出了艺术的无限种可能 其精深的艺术造诣 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为什么要举办 黄永玉先生的 诗与画的这个展览 因为黄永玉先生 不仅是一个画家 他还是个作家 他也是个诗人 非常有趣的一个诗人 所以我想正好 这次 那么作家出版社 出版了黄永玉先生的 这本《剑校集》 这本书里收集了 他的所有的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诗 那么然后黄永玉先生呢 为每首诗 画了一幅插画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那么一边是诗 一边是画 其中画都是他的真迹 也有一些是他的写的时候的手稿 所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 此次中国现代文学馆 黄永玉诗和插画展 以黄永玉的诗歌创作为主题 围绕着不同主题的诗歌 分为吊际少年有 老婆呀不要哭 花衣吹笛人 你是谁 凤凰和凤凰人 飞梦 像年轻人一样 从头来起等七个部分 以鲜明的色块 展现黄老的极恶如仇 和爱憎分明 那么在众多的诗篇中 李馆长有自己最钟爱的两首作品 一个是老头还乡 就讲说他回到他的家乡湘西 在我的感觉这里边既有苍苍感 但同时就像刚才说的 到最后像一个孩子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一个人在家里 黄永玉先生讲他自己 这样一个老人 这样一个艺术家 他在家里的生活 反正我看了 我也是觉得在这里 可能往往给人最深印象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诗里 既能看到岁月的重量 但同时黄永玉先生 又能把这个岁月的重量 表达得和写得这么轻 轻和重 在黄永玉先生的诗里 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 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这样的结合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艺术意义上说 轻但是到最后我们能够做到举重若轻 轻和重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 融为一体 我觉得这是更难的 在黄永玉先生亲书的序言中 99岁的黄先生骄傲地表示 自己仅用两周时间就为剑校集中的美首诗画了一幅插画 共174幅 速度与效率实属罕见 中国现代文学馆精选了其中58张作品 与诗歌节选和部分手稿原件一同展出 诗画相辅相成 简洁的线条和读到的诗句 将诗人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一道呈现 相信这将是一次特别的观赏之旅 经由这些诗 这些话 这些字 这些情 我们可以在一个纯粹的场域里 漫游黄先生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和人生长河 感受来自生命本真的赤诚与热爱 节目组还邀请到了剑校集的美术编辑 为我们讲述黄老先生创作插画的趣事 那这次现代文学馆展出的这个黄永玉诗和插画展 就是从这个剑校集插图本里头精选了58幅 来呈现给读者 大家在这个展览馆能看到58副老爷子的原作 那我们这个剑校集这个诗集是从1947年 一直到2022年老爷子的这些诗的一个绘种 就是其实他写了很多首 这是他觉得可以分享给读者朋友的 是我们这三个版本中间比较有趣的一个版本 除了绘制了里面的这些美首诗 这个给美首诗配了插图以后 还画了这个封面的插图 也是为这本书专门做专门创作的 然后这个创作的插图呢 其实他创作了五个小幅的插图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把它处理成了这个书签的一个形式 实际上这个五个这个过程呢 就是老爷子从13岁开始去打工 然后上学 然后开始那个慢慢地边打工边学习 最后画了一些比较异象的鸟 之前做老爷子一个散文集的时候 我放了一句话就是叫为了太阳我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说我当初就想把这个等于折了一下 折完以后呢 你夹在书里头 夹在书里头就会呈现一个小的半圆出来 其实一是做了一个书签 然后同时有一个类似于它这个五幅小画 是它的一个人生历程嘛 就很多朋友也问我说 说为什么你会选一个黄色的来做封面 黄色这个封面就是我是觉得黄色很明亮 它有一个很成熟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麦田呀稻田呀 它都是金颤颤的 大家可以看到拿着手上它很小 也很精巧也很厚 它的厚度也是比较厚的 所以它更像一个面包 它像是一个就是可以随时拿起来读的 或者随时可以让你有提供你精神食粮的一个面包 黄勇玉作品中那看似不经意的涂抹 却传递出通透灵动的人生境界 蕴含其中的哲理 情趣和韵味 总会不经意间打动你的心 它以画表达感情配上寥寥数语 将画的意境展露无遗 我们一起来听听观众的感受 我是学国画的 然后就是很喜欢那个黄老师的一些版画 了解了他过去画的画 最喜欢就是他的画的那个猫头鹰 就是睁一只眼然后闭一只眼的那种感觉 孩子们也很喜欢 然后我是一个画的老师 然后他画的非常有童真的感觉 小朋友们也喜欢那个黄老师的画 从他的画来说呢 以前范团的画呢 都是在这个就是讽刺啊 诙谐当中啊 有的时候在苦难当中 你能看到他的那个乐观 所以呢我觉得 我来到这看一看啊 确实我现在有这么的感受 刚才看了几个老年啊 周年啊 像这个笔未经相一百倍 鲜一百倍啊 就反映出老先生这种 豁达的这种心情 黄勇玉老先生用他的作品 感染了诸多看展观众 让大家感受到了 他文字和画作中的乐观 温暖和力量 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到现场来 在这个院子里 给我们感受 现代文学馆的气息 文学的气息 也是非常美好的春天的气息 那么 然后来看这个展览 在黄勇玉先生漫长的 文学和艺术生涯中 他做出了非常多方面的 探索创造 但是我想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这个朋友来说 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个大艺术家 另一方面他已经是一个99岁的老人了 他还有如此旺盛 如此澎湃的创造力 你依然感觉到他对世界 对人生还有一种孩童般的 孩子般的 这样的天真 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依然如此清新 我想无论是他的小说 还是他的诗 还是他的话 都能给我们这样强烈的感觉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99岁的老人 他的那种童心 他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办起来以后 好像最多的观众是学生 是孩子 有强烈的顾名 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99岁的老爷爷身上 对世界的这种看法 这种表达 这种语言方式 和他们是能够心心相应的 我觉得这是特别突出 也特别可贵的东西 也包括我们看那些插图 非常有童趣 什么叫做返璞归真 就是说 人经历了如此的岁月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到最后 什么叫做返璞归真 就是回到纯真 回到简单 人活得越来越不复杂 我觉得 王宇一先生就是这样